小燕锥凉散 平桥不月回 声歌归院落 灯火下楼台 因着凤九帝后的身子 太成宫中的东华帝君和帝后 只在九重天短短停留了三日 便回了碧海苍林 碧海苍林果然是先则丰盛的林的 千百年来即便无人照料 所有的花草树木都一直规矩茂盛 得到生长着 林鸟在这里繁衍并守护着这里 那些曾经依着凤九的主义搭建的 凉亭葡萄架和田地等 也在仲林的安排下 被太成功的公俄们搭理得井井有条 此次仲林新官更是提前了 一日来到这壁海苍林 音响着除了折炎上神外 一同去范英谷的众位尊神恐怕都要来 少不得要多辟出几间卧房 话说自从凤九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之后 行动越发的不方便 无论去哪里都需要有人搀扶着 东华帝君不放心旁人 同时也饿得此事 便整天没日没夜的黏在凤九身边 在碧海苍林 凤九和东华帝君有着很多美好的回忆 两人住在这里倒也是彼此信愿顺遂 相比于那里在昆仑虚日日 盼着父君和娘亲来接他的滚滚来说 凤九和东华帝君可谓是万事如一心想事成 您听说东华帝君自从范英谷讲学归来之后 仅仅在太成功待了三天便幼与帝后去了碧海苍林 四海八荒仙者又从九重天的八卦集中营中得知 帝君如此是因为帝后不日将要生产 因此这几日 无论是青秋还是太成功都已经堆满了四海八荒送来的各种资补品 要不是因为碧海苍林等嫌神仙是来不了的话 此刻的碧海苍林恐怕也一会沦为资补品的库房了 太成功这边四命星君在仲林不在的时候 主持着太成功的一切事务 青秋那边却也是忙坏了米谷 因为存放东西的地方有限 米谷还将部分东西搬去了折颜上神的实力逃灵 折颜上神与白真上神看着米谷一烫烫地搬来的东西 此时方觉得作为上神的好处 白真已在一株开得茂盛妖娆的桃花树上道 这下小九可真是要大补了 折颜上神摇着扇子坐在玉石凳上说道 都是俗物 白真一听此言 坐起身子 朝着折颜说道 那究竟是何物不俗呢 白真一副明知顾问的表情看着折颜 折颜收起扇子 转过身子看着白真 一副配合白真的戏码的神情说道 那自然是方丈仙山的神之草 白真哈哈一笑 顺时又躺了下去 道 就知道你一直心心念念念念记着方丈仙山那一块药谱 折颜听了白真的话 立刻说道 真真 不是我心心念念念念念记 实在是因为那块药谱真可谓是这四海八荒 独一无二的一块宝藏啊 见白真并没说话 折颜起身 走进白真继续说道 想当年夜花为了取神之草 可是舍去了一条胳膊啊 东华帝君的太成功里神之草的数量也是屈之可数 且大半还都用在了凤九身上 除此之外 四海八荒无论是谁 即便是舍了先生不要也未必能拿到神之草 你说 我能不感兴趣吗 所以这次你让诗吻拿神之草给小九补身体是假 想自己占有才是真 白真懒懒地说道 折颜文言 眉毛一挑 一本正经地看着白真说道 此言差矣 这次要神之草确实是为凤九所要 难道你不觉得凤九此次的身孕有什么异常吗 白真一听折颜这话 立刻从树上翩然落下 一眼严肃地看着折颜 道 是有何不妥吗 折颜见白真确然没察觉什么的模样 心想自己疼突了 可这也着实怨不得自己啊 白家人对凤九实在是很伤心 且又都是上神 应该能看出来啊 但折颜又想了想 或许是太过欣喜没注意到吧 折颜走到玉石凳上 轻轻摇着扇子说道 相比于凤九怀滚滚的时候 你不觉得此时的凤九身子更弱 人也更销瘦 可是肚子却比那环大了许多 不知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范英谷大家多多少少先数都没进过了一些 但出了范英谷 大家的先则都十分浓郁 唯独凤九 周身的先则却不似从前饱满 还有几分虚弱的样子 折颜此时看着坐在对面的白真 见白真眉头紧锁着 似乎在回忆这些日子以来凤九的变化 如折颜说的一样 白真脑海里不断在回忆着凤九入骨前后的变化 正如折颜说的一样 凤九此次心则微弱 人也较之从前更加娇弱些 原以为是怀有身孕又有着东华帝君的宠爱 小姑娘故意撒娇 却没曾想白真此刻忧心里又夹杂着自责 折颜似乎看透了白真的想法 安慰白真道 真真 你不必过于担心 我想东华帝君应该也是看出了凤九的变化 因此才选择在碧海苍林让凤九生产 碧海苍林本就先则生后 神仙在此不仅适合修养 碧海苍林内先则还会在神仙献身虚弱之时起到保护的作用 既然东华帝君选择在碧海苍林 那一定也是看出来了凤九的变化 再加上吃稳的神之草 凤九一定没问题的 白真见折颜信心十足地说着 心里顿时放心了许多 毕竟折颜的医术是众所周知的 既然折颜说无大碍 自然也可放心一些 白真看着折颜 道既然如此 那不如我们早些去碧海苍林看着凤九 以防他突然生产 折颜盘算着凤九生产还需几日 但见白真有些焦虑的样子 折颜上神也于心不忍 索性便也答应了 只是有些对不住东华帝君了 原本东华帝君想着这几个月每日众人在一起 眼下倒是好机会可以好好与凤九单独相处 因着折颜和白真的到来 却也是不能了 但东华帝君也明白 正如折颜在十里桃林与白真说的一样 东华帝君自然也看出了凤九的异常 所以见到折颜和白真的到来 立刻看了一眼折颜 似乎在询问是否算着凤九有何不妥猜提前来了 折颜上神与东华帝君东华帝同样作为上古尊神 在某些方面还会十分心有灵犀的 折颜哈哈笑道 真真不放心凤九 想着早些来 东华帝竟听折颜这么说 将性将疑地点点头 看向了坐在湖边的凤九 此刻的凤九 周身翻着微红的仙泽 比起以往 这仙泽的色泽和灵动程度都大大的降低了 东华帝君微微皱了眉 走到凤九身边坐下 将凤九搂在自己怀中 两人面对着波光凌凌的湖面 看着不时轻轻握在湖面上的欧鹿 享受着碧海苍林的静谧时光 或许是各位神尊在一起待得久了 或有些心有灵犀的意思 折颜白真来了不到两日 夜华白浅就浅人将二人的衣物等送到了碧海苍林 紧接着就是墨云上神和少晚派人送来了滚滚的书信 滚滚信中写道 父君娘亲安好 滚滚昨日梦中见一小女 自称滚滚小妹 特意告知父君娘亲 东华帝君一脸开心地拿着滚滚的信 瞧着滚滚歪歪扭扭的字 说道 看来墨云没有好好教习滚滚的书法呀 写的字竟跟小白的字一模一样 凤九歪着头 盯着东华帝君道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的字丑 东华帝君放下手中的信 将凤九的手抓在自己手里 说道 怎么会啊 不过妇人今夜的理解能力倒是很高 东华帝君说此话时 哲言上神和白真正在品着碧海苍林独有的茶 据说这茶只有碧海苍林才有 因此极为难得 二人正吹着茶水的热气 被东华帝君此话一说 两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着东华帝君和凤九 心照不宣的一笑 凤九瞧这三人如此 轻轻地哼了一声 甩开灯华帝君的手 看着正在指挥侍女摆放夜华白浅行李的仲林说道 丛林 姑姑有没有说她什么时候来 丛林转身 道 天后传话 明日便来 凤九点点头 转过身盯着哲言道 姑姑来了会替我收拾你这个老凤凰的 哲言无辜地摊手道 小景 我可从头到尾什么也没说啊